食物吃進嘴巴 好吃到眼睛發亮 他們是日本的藝人 綜藝節目規劃海外旅遊企劃 派出不同組人 分別前往臺灣 南韓觀光 要票選出 哪國好玩 結果出爐 臺灣獲得兩票 南韓一票 節目認定要出國旅遊 臺灣好玩程度大贏韓國 民眾猜 關鍵在這裡 全球旅遊平臺 先前也用搜尋數據統計過 旅遊熱搜國第一名為日本 第二名則為泰國 第三名就是臺灣 至於南韓彩排第七 推銷臺灣搶國際觀光客 其中一後特別條例也納入觀光方案 交通部訂定擬發放給自由行 來臺旅客五千元消費金 提供電子票證在國內消費 也可抵國內住宿 至於團客部分 八人以上 每團補助一萬 十五人以上 則補助兩萬 鎖定四大主力市場 結合航空促銷旅遊平臺或旅行社推出商品 送補助優惠 觀光局目標要吸引六百萬 旅客來臺 力拚恢復疫情前觀光水準 暫修黃燕傑三週期 台北報導